两点多社区巷弄内一名男子鬼鬼祟祟 眼睛盯着前方人走到轿车的副驾驶座 接着伸出左手把车门拉开 弯下腰开始大肆搜刮 下一秒更夸张 窃贼整个人直接钻进车子里 要把车上直接的东西全部给拿走 不一会儿窃贼手提着白色大袋子转身下车 离开前似乎还担心关车门的声音会惊动车主 悄悄地把车门关上才离开 整个偷窃过程不到两分钟 案发当时车主想说只是简单上楼拿个东西 于是把车门盖上没有上锁就直接离开现场 但嫌犯疑似早有预谋 看准车主不在就直接打开车门 时间回到案发地点 遭窃的车辆还停在现场 新竹科学园区附近的这处社区 23号小年夜金川窃案 居民说早已不是第一回 鬼祟的窃贼疑似平凡出没 锁定车主过年期间警戒心没那么重 车主前脚一走他后脚就来顺手牵羊 过年期间若有出远门旅游 也可以向警方申请举驾外出 加强巡逻的服务 以避免财务遭受损失 过年期间民众出门在外 得小心自身财务 离开爱城前记得锁门拔走钥匙 才不会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 记者和孟谦刘世伟 梅凯婷新竹台北采访报道